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深圳是一座移民的城市 來自全國特色美食又是相當多 今集我們繼續在深圳迷食 嘗試一間東北市口餐廳 講返這間品牌餐廳 就叫做圖小串 東北燒烤 圖小串是一間大型的連鎖品牌餐廳 分店主要集中在上海 深圳現在就有三間 今次我們試吃 會否去敏感道分店 講返店舖地址 距離深圳地鐵9號線 敏感站C出口 大約是百人160米 另外餐廳來盧湖口岸 大約3公里 我見大家叫車或坐的士 10分鐘就可以到達 好了 現在就講講路線 由地鐵站 為何走過去餐廳 大家看回出口了 民感站C出口 深圳地鐵9號線 出來這個方向 一直向前行 其實餐廳很近 接著走到這個位置 很快就可以見到餐廳 看回左邊 遠望見到圖小串 東北燒口 在這個位置走過去 就在這裡了 轉回左邊 這裡有個停車場 走進去 好快就到了 由民感站CXH走過來 大約都是一分鐘 餐廳的地址 就是 盧湖區春風路1046號 民感大廈1樓 營宿時間 由黃昏6點到凌晨3點 大家見到前面就是戶外座位 三五知己經常串銷 有個啤酒聊聊天 坐在這些位置都感覺幾正 顛簿外場是用木料的設計 加上可以看到裡面的環境 給人感覺上好有東北風味 現在進到餐廳的室內位 見到裡面的環境不算好大 不過室內的裝修真是好特別 好似一間小酒館 感覺上的氣氛都幾好 周圍都有不同的裝飾 好多的位置 都是拍照打卡的位置 看回座位 餐頭和座椅都是用木料的設計 門口的位置 有四人桌和六人桌 座椅可以靠背部 比較舒服 另外餐廳再走入少少 這些座椅就不同了 是長型的木燈 大家就可以選擇 整間餐廳的環境都很舒適 地方比較乾淨 這裡就有個大雪櫃 擺放了很多飲品 有啤酒又汽水 連各種串燒都放在雪櫃裡面 陶小串在2017年創立 這麼多年來一直大受歡迎 現在在上海 已經有18間分店 其他分店會陸續開幕 餐廳一直以來的理念就是 讓漂泊的東北油脂 能吃到一口地道的家鄉燒烤 讓東北意外的人 因為陶小串 愛上東北燒烤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餐廳有什麼食 各位可以打開大眾點評 看看有什麼推薦的菜式 比較受歡迎的菜式有 小牛肉 牛肥瘦 筋鈴醬油筋 主推菜式有 備製醬油筋 新菜品有 東北大醬烤大鮑魚 就有這份 蒜香肥味的蒜蓉生蠔 套餐價錢比較便宜 二人餐最便宜加3元 我們已經選好了 今次就選了218套餐 看菜單有很多種的串串 有牛肥瘦 小牛肉 有牛油小串 五花肉 還有羊肉 還有乳鴿 還有乳鴿 你是不是很想吃乳鴿 有一個東北大懶麵 有一個蛋糕 試過嗎 之前我在大眾點看過 我的蛋糕很受歡迎 還有一支汽水 看一張單 很多樣東西 我們應該夠吃了吧 夠了 除了套餐 還各點了一份東北小糖梨 東北凍梨 和東北大拉皮 好 嘗嘗汽水 看看這裏 甚麼汽水 大搖汽水 不知道大家喝過了 好似人家喝酒 古代的喝酒 不是用這些碗 哈哈 是不是很古色古香 在這裏吃東西 哇 兄弟乾杯 甚麼味道 荔枝味 甜點味 喝杯 喝杯 不是酒 是汽水 很快來了兩種食物 這個又是餐廳的特色食品 甜露露雞蛋糕 好像蒸水蛋一樣 很香 接著這份食物 就是手版皮蛋 我們先嘗嘗 皮蛋 是不是很香 加一點醬 下面有些醬油 有一點辣 加上皮蛋的香味 是很濃縮的 這個皮蛋挺好吃 好味道 愈是愈香 愈是愈香 看看甜不愈走路 這道蛋糕是甜的 咸咸 開始以為是燉蛋 原來其實 好像是水蛋 對 好滑 但有兩層 真的很好味 來到很多食物 對 對 這裡有很多 你認不認得哪種 我真的認不認得 這是筋 這是特色食物 這是食物部位 是否很爽 是否很爽 很香 因為剛才師傅很新鮮 燒得很漂亮 牛鍋筋 炭烤油蜜菜 剛才我看到它剛剛燒好 嘗嘗什麼味道 真的很有東北特色 很新鮮 很香 解蠶小牛肉 醬油甘 有些肥膏吃起來特別好吃 太多了 分不到哪種肉 每一種都這麼好吃 真的很香 像這個串燒 一般肥瘦 中間就瘦 左右兩邊就是肥 有些滋潤粉的味道 味道很香 你還想吃嗎 因為這裏 所有串燒 是很有特色 還有有東北的口味 和其他北方的地方是不同的 味道 非常獨特 味道很香 這個真的沒試過 叫什麼名字 東北大拉皮 看看吧 黃絲可以說吃過 好像涼罐一樣 挺好吃 酸酸的 有好少少微的辣 大開香口 又夠滑 很開胃 如果夏天吃 就很開胃 但它的醬汁真的很獨特 我們外面是吃不到的 先吃多一點 試一下這件 真的每一種食物都分不出了 這個就是解殘小牛肉 特色送材 可以用鎮店之寶 快點吃吧 雨駕趁熱 剛剛燒好 燒得很漂亮 不會焦 好 好 先做個腿 嘩 看看 還有很多醬汁 對 醬汁 剛才吃了個腿 很滑 很香 嘩 吃多一點 趁熱吃 肉真的很滑 好 給我一點 這個很滑 是嗎 非常好吃 蔥油豆腐 很多 分量很多 試試一下 有什麼味道 很爽口 好像有人吃豆腐光一樣 味道 加上醬料 很好吃 是嗎 是嗎 很爽口 是嗎 是嗎 很爽口 是嗎 是大蔥的味道 大蔥味 大蔥味 是 整個菜式是 煙煙韌韌 吃到 大蒜的香氣 很香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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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吃到很多平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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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吃這個 東北大冷麵 裡面除了有麵 還有一些青瓜 麵好滑 好滑 酸酸的 甜點的 整道菜式 有些酸酸的 像是我們平時在香港吃的 涼湯的感覺 但麵真的很好滑 做到 真的很好滑 尤其是它的味道 真的很獨特 這個你點的 什麼來的 東北的小海 你吃過沒有 小蘋果 小蘋果 沒試過 你試一下 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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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點像吃山楂的感覺 飯後果 對 飯後果 很好吃 對 好像吃不胃 最後這份 東北凍梨 看得多 但吃的感覺 聽名字也聽得多 但沒試過 對 口感又如何 真的不舒服 好冰凍 甜甜酸的 好像以前吃過的 叫做什麼 冰棍 冰棍加雪條 對 桃小串 東北燒烤 今次整體的評價就是 環境清新 裝修大約古風的感覺 另外食物多樣化 肉汁比較新鮮 充滿東北的風味 除了大眾點評可以點餐之外 餐廳都是菜單提供 多種的東北燒烤食物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解殘小牛肉 炭燒乳隔 備製醬油筋 味道都不錯 可以推介給大家試一下 其他受歡迎的食物還有 江巴肉 小餅套餐 東北大懶麵 和凍鯉 味道可以因應大家選擇 有辣有五辣 今次我們選擇的套餐 全部都是酒辣 深圳除了民感花影店之外 圖小串還有其餘兩間 華強邦分店 距離地鐵站2號線 宏嶺南站C出口 大約步行100米 另外一間 東圓路分店 地鐵9號線 熊嶺南站C出口 大約步行570米 餐廳給我適合一大班朋友 家人又或者同事 圍在一起聊聊天 吃自己喜歡的串燒 喝自己喜歡的啤酒 好 各位觀眾 今集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